一头几乎无法辨认的小象倒在泥潭中 它的身体被厚厚的泥土覆盖 皮肤的颜色和泥土融为了一体 看起来非常可怜 这只小象到底遭遇了什么 为什么会深陷在泥潭中呢 就让人间暖雨为你讲述这段故事吧 在肯尼亚东查卧国家公园里 一只粗心的小象 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个空 跌进了旁边的泥潭当中 泥潭的土壤就像沼泽 裹挟着小象的身体 小象挣扎着想从泥土里站起来 但很快它的四肢都陷入了泥潭中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当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 小象的全身几乎都埋进了泥土里 很明显在那儿已经待了很长时间 好在它还活着 为了将小象救出 救援人员都进入泥潭 搬动小象的身体 希望将绳子系到小象的身体上 四肢上 小象的重量当然不轻 救援人员搬动它的时候 费了很大的力气 大家的手臂上 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土 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 才勉强将一条绳子 从小象的身体下面穿过 正当救援人员 在想方设法解救小象时 一头孤独的雌性大象 在所有人聚集的区域出现 在远处小心翼翼地盘旋 看来这是小象的母亲 这位母亲身上也沾染着泥土 她显然也曾努力地拯救小象 想帮助小象从泥潭里爬出来 但是大象妈妈失败了 她耗尽了所有力气 只能离开 企图寻求帮助 大象妈妈的内心充满了无力和绝望 因为她的孩子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尽管如此 当大象妈妈看到一群人 围着小象的时候 她非常警惕 大象妈妈的头高高举起 尾巴在空中拍打 就好像在指挥救援人员的恶行 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幸运的是 这些好心人 非但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伤害 而且似乎还在帮助她 大象妈妈终于慢慢地放下警惕 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人们的救援 绳子布置好后 其中几个人紧握着绳子 努力地将小象往泥潭边缘拉 一个人调整着小象的头部和身体 防止小象从绳子上脱落下来 在泥潭的边缘 还有好几个人帮忙拉绳子 小象似乎也感受到了 这些好心人是在救助她 不停地挥动着四肢 松动着泥土 在他们共同不懈地努力下 三十分钟后 小象终于被解救上了岸 救出小象后 救援人员将周围围观的群众驱散 给小象让出一条通往大自然的路 毕竟陷进泥潭里太久了 小象的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泥 走路还不太利索 救援人员还一路帮扶着小象 去找寻自己的妈妈 小象越走越快 救援人员跟不上 于是他们就坐着车 跟着小象走 时不时下车 推动小象往前走 恢复小象的行动能力 也是为了让他更加快速地 将身上的泥土抖落 远处的大象妈妈 紧紧地盯着孩子的方向 观察着这些 解救自己孩子的好心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 救援人员终于把小象 带到了妈妈的身边 小象依赖地紧挨着大象妈妈 大象妈妈用自己的鼻子 安慰着他 他们一直站在那里 看着这些好心人 开着车子离开 似乎在感谢他们的慷慨救助 过了很久 他们才转身回家 夕阳的余晖洒落在 这片黄色的土地上 也洒在小象和大象妈妈的身上 从惊心动魄的危机中 走了出来 他们的未来 温馨而美满 影片末尾 需要感谢各位 支持人间暖雨 夏期不见不散 当然 我们也想与你分享 更多的感人影片 一只骆驼 在沙漠中 因为缺水无法行动 倒在路边 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一位路过的好心男人 将水递给骆驼 骆驼的反应 令人吃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欢迎大家观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